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湾战争 伊拉克战争等等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 狙击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同时在这一时期也是诞生著名狙击手最多的时期 世界十大狙击手二战的欧洲战场居多 世界十大狙击手占据了六个席位 这些狙击手包括著名的狙击手西蒙海 白色死神芬兰 伊万希德 萨良特 伊古拉亚克里维奇伊林 瓦西里扎伊采夫 马蒂亚斯海 陈诺尔等等 而二战六名狙击手 中前苏联又占据了三个席位 世界狙击手之王西蒙海耶 至今保持世界第一狙杀记录的狙击手 在二战中一共狙杀了705人 据称确认被狙杀的人数被505人 另外还有200人为确认是否也成为他的枪下魂 而这位著名的狙击手就是来自芬兰的西蒙海耶 因身穿全白迷彩 装活跃在战场上被称之为白色死神 苏联曾多次派人去杀他 但军没有成功 多数还成为他的枪下魂 有一次不幸被人击中头部 差点命丧战场 芬兰士兵发现他时半个脑袋已经没了 当所有人都以为白色死神被终结时 他却奇迹般存活了下来 二战战场上的狙击手 而在世界十大狙击手序列中 中国军人也有伤亡 他排名第八 在参加志愿军入炒作战期间 他创下了担任击杀214人的历史记录 他是中国史上担任狙杀敌人最高记录保持者 他就是张陶芳 1931出生在江苏星化 1951年正式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2年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 随后入朝作战 那年才二十岁不到 随着志愿军进入朝鲜以后 天生有射击天分的他 再经过勤奋锻炼 练出了一身好枪法 1953年被派往前线 在上甘岭战役中 进入战场后40天 他就成功击杀了71名敌军 张陶芳随着击杀的敌军数量增加 敌人也开始认识到 他的存在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还为其专门调派了狙击手 但是即使是专业训练过的狙击手 也未能逃过张陶芳的枪口 更别说狙杀他了 在战场上敌人闻其名丧其胆 在入朝作战期间 据统计截至1954年 张陶芳一共使用苏制骑兵枪 激发442次 避敌214名 命中率接近50% 而且他使用还是一把没有光学瞄准具的步枪 而那年他才22岁 他是中国史上名副其实的狙击手之王 在入朝作战期间 为志愿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战争结束后的1954年调入空军 1980年退休 2007年因病去世 本文由军迷哨所创作 任何平台或个人禁止抄袭和转载 为之追究法律责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